在彰化礦肉飯 名店非常的多 任何餐期都熱愛 在地就有這麼一間 50年的礦肉飯老店 清晨6點開賣 下午攤位小休一下 就換哥哥接手賣 那兄弟手藝都是傳承 自父親 所裡生意非常的火紅 這邊出來外帶 碰碼豬腳腳 這是尋常的彰化早晨 6點就賣豬腳礦肉飯 沒有醒目大招牌 店面開在藥道旁 一間矮矮破舊平房 鐵門全開 美味通透廣傳 無時無刻都有人排隊點餐 賈丑爸的庶民 好愛這一位經典小吃 我只記得他們都說 我們要去骨肉分離那家吃飯 我們的豬腳脫骨的部分 就是只要用筷子輕輕一夾 他就開了 你悶得夠久 他的豬腳就是變得會更軟爛 陳明葵是彰化老字號 豬腳飯的二代小老闆 他很自豪自家的豬腳踢骨 輕取就能抽出 完全不費力 這是廚藝的上乘之作 他不管滷豬的肉 腿 骨都很強 五個小時之後還是要悶喔 五個小時滷完之後 還不一定 還沒辦法 好喔 老店生意好 陳明葵的廚房必須大 一整排十幾口爐 一鍋鍋滷的分別是豬腳 腿褲還有三層肉 部位不同 但口味一致 陳明葵家傳的鹹香味 不只是老滷之家特製醬油 鹹粿啊 台語叫鹹粿啊 這個會提高它的甜味 我們的客人都知道啊 客人都會跟我們要這個啊 因為這個吃起來就是甘甜甘甜啊 但是不懂的人 他會說 欸你去幫我捏掉 鹵肉不死鹹的佩伯 說穿了就是古法燉製 入味醬香 一眼可見油亮黑金 但肉控愛的是吃進嘴裡 質地纖維 油潤不柴 陳明葵滷豬腳 只用中段和腳蹄 長時間泡煮頗有低溫熟成風味 豬腳的話就是軟爛 我們跟一般的比較不一樣 別的應該是都Q的 然後腳褲肉的話是屬於Q的 三層的話是入口即化那一系 豬後腿肉插竹籤叫腿褲 需要固形怕皮脂肉分離 跟日本叉燒用神捆一曲同工 吃起來不能軟爛分崩離析 也不能太痰任Q妨礙腳咬 肉質要油蔥香 卻不能搶胃 好 要什麼 一個控肉然後呢 一個豬腳 一個卡口 好 等一下 我們這個可以改 那是卡口 那是卡口 真的要弄清楚 在彰化三層肉叫控肉 美味基本造異就是肥瘦均勻 要帶皮 但豬皮乳Q彈 相連的肥肉怕太爛會膩 就靠選肉 漸漸美的豬肚客人一吃就能瞄懂 入口即化的感覺 這是爸爸親自傳授50年的老味道 但陳明奎剛接手也曾顛顛不過 爸爸那個時候也是 在滷製的過程中啊 也有的時候就是因為太累 他睡著了 導致整鍋都燒焦 然後他就把整鍋都倒掉 慢慢的去研究 然後去試 然後去改配方 客人說我們冰糖加太多 後來我就是把冰糖的部分先減少 然後改加我們的醬油 結果加的太多就變得太鹹 後來才調整又調整回來 現在就比較不會去在乎 因為我們的客人白白走 以前的我們的店是完全沒有電修的 就是為了讓大家知道 每天來會吃得到 空肉飯 出銷飯 我們那個地點剛好是 菜市場附近 很多那種大卡車司機 然後他們有那種對象機 這間口吃就是 飽 火熱的生意很多人求不來 所以陳明葵就得扛下來 但從吃到做好難適應 真的不是靠孝順就能成果 以前 我們的廚房是在我們的住家的後面 肚子餓的話 就自己跑去後面 家裡後面自己拿肉吃 這是我的印象 我國小的時候是這樣 大部分都是我哥他們在做 後來就是哥哥他們走了 爸爸媽媽把都放給我 才開始覺得哇就是 每天早上四點多就要起床 有點累 大學畢業的小兒子 為了好味道傳承 從電信業整天吹冷氣 到進廚房爐火顧整年 但最終讓陳明葵心甘情願的關鍵 是來自四面八方的客人 我們家的客人 西屋人其實有限 我們都是吃外地客人 有人就是買不到豬腳 說我為高雄來 怎麼會賣我 在彰化控肉級生活 從早一路吃到宵夜 配飯吃鹹香 單吃肉回甘 配菜就是便當 飯上再淋一勺滷汁 陳明葵家的標配 控肉腿庫豬腳 把乳工表現得淋漓盡致 難怪可以在控肉飯 一擊斬去飄香